普通人的财富上限是200万 你的收入都是被设计好的 一个孩子22岁大学毕业 60岁退休 他赚钱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8年 这38年其实只有一万四千天 这一万四千天除去他结婚 生娃旅游逛街消费休闲生病住院 可能最后他真正用来赚钱和工作的时间 只有一万天 假如你一天能赚一千块 你这一生只能赚一千万 事实的真相是 有很多人他一天只能赚一百到两百 你们公司里边是怎么样给人发工资的呀 是不是钱台发多少 文员发多少 宝洁发多少 消贯发多少 都是被设计过的 连你们家里边的收入都会被设计和分配 你们家里边这个月近了三万块钱 你看一下你们家的这个钱是怎么分配的 有多少钱是先要一定还房贷车贷的 有多少钱是一定要给孩子教辅导班和保证营养的 然后有多少钱是一定要孝敬父母的 剩下来的钱有可能才是妈妈花的 我给你讲这些 我不是在揭露什么阴暗面 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要带着一种智慧的眼光去看你在分配的哪个链条 你是优先分配还是最后一个分配 你是先挑着吃还是吃有多余的才轮得着你吃 如果你看不通看不透你一辈子都不会变成有钱人的 对一家公司来讲出去搞钱的人就像前线打仗的将军 他们是会去优先分配的 所有的非关键岗位的设计几乎都是让你饿不死 也让你过不好 你一旦看明白这一点 你不是在那边哀嚎 也不是在那边怼天怼地 你要做的一件事是跳出来 我不要在别人设计好的分配里边活下去 因为只要按照他的这种方案和导航 你一定是一辈子的财富上限 就是两百万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人手里边没有钱的原因 因为你的贫穷是被设计好的 他让你死不了过不好 一生都为钱烦恼 你才能源源不断地去工作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钱人 谁去刷厕所 谁去跑滴滴 谁来送外卖 谁来倒垃圾 谁来去干那些脏活和累活 所以这个世界上富人最大的资产不是钱 富人最大的资产是一群没有钱的人 因为只要他们没有钱 就可以被驱使着去干活